新鵝座有提示嗎? 蠻複雜 大概是這樣 欸等一下紅綠燈應該不會 紅綠燈到左右兩邊吧 不行啊我們要先等一下那個 欸欸欸太痛了太痛了 靠腰啊 現在危險 快點 差不多了齁 喔我們這邊直接把 我想想啊拼圖盾那個地方 拼圖盾那邊地方也不會死 第3章是腰後 之前不太細的 其實沒有腰後也沒差 因為他這隊友開了那個龍科的盒子之後有更新 所以其實也不會死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前一關要提早開盒子 那因為不然你這邊會被重置掉 被重置掉的話 先開腰後炸 炸掉之後呢 我們先洗一下技能 順便把龍科存回來 再進下一關比較好 順便把龍科存回來 反正他怎麼打你 你也不會死 兩隻沙納喔 兩隻沙納沒什麼用 喔對打擊也有迴避也可以啦 你可以用打擊迴避 迴避這個隱身盾也可以 其實很多方式的 差不多囉 差不多的話我們就直接開那個炸過去囉 然後這邊有個重點喔 各位看清楚喔 開盒子之後 他血量是多少量 17000萬嘛對不對 開啟你的這個 這個 然後呢 把你的光珠藏到左邊去 光珠藏到左邊去喔 靠腰 靠腰 回避一回合 回避一回合 因為真的是衰啊 因為真的是衰啊 真的是衰 就剛好被更新了 所以呢 我們這邊只好開打擊迴避一回合 然後這邊再把他打死喔 那一樣光珠藏到裡面去 下一關會需要用到的 下一關會需要用到的 好再來拼圖盾的部分呢 呃 我們開潘朵拉 點光 然後再開打擊的一技 這樣子 OK吧 這樣就過了 接下來8C的地方喔 呃 我們潘朵拉盒子應該 可以再把他打開 欸 盒子還沒好 還沒好的話就手轉 禮拜日直播好像七八點那邊吧 我又有點忘記 欸怎麼這樣就死了 太快了吧 靠腰啊 看清楚啦各位觀眾 開盒子 在我家直播 對啊在我家直播 接下來下一關齁 光風化 呃 再開一次 這樣子齁 一樣 看 好再來光暗盾這個 欸 剛好剛好 剛好打死 光暗盾這邊齁 開打擊的2技加1技 打擊2加打擊1 看清楚啊 我想一下 好像不用開打擊2 不用開打擊2 這邊只要開 黑馬腦 加打擊1 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剛好黑馬腦的步數也已經到最高了 就這麼簡單 接下來齁 王關就是疊暗珠 疊暗珠 這邊的話就不用開盒子了啦 不用開盒子 疊好疊滿就好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暗珠有點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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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想想 延遲龍科要不要直接開下去 1 2 3 4 5 6 7 8 9 其實還可以啦 其實還可以 不開腰後嗎 欸這邊有需要開腰後嗎 欸這邊有需要開腰後嗎 這邊慢慢磨應該也是磨得死他啦 嗯 開盒子也不會怎樣吧 呃...開盒子的話 我怕那個暗珠消不掉的越來越多耶 開到後... 這樣子 真的把握...沒把握消掉的時候再開吧 好 對開盒子不好 開盒子我覺得不好 好...接下來王關了 王關的話我們就... 蛇子啊... 打擊啊...潘朵拉開一開就過了 非常的簡單啦 我們盒子先開 盒子開完之後呢開潘朵拉 點光 然後再來開打擊...牌豬 先把那個暗珠先塞進去齁 就醬子 就醬子 醬子應該就過了啦 齁...7...9而已 好...分享給大家 而且這一隊呢 我特地組一個全暗的配置齁 剛好可以解這個...全暗的成就 再試試看